现在咱们是进入到了宝剑RC5它的第二排 没有想到它的价格这么低 可是它的空间表现的话确实让我挺惊喜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完全坐在这里 它的腿部空间这么大 头部空间大概有一拳的样子 然后我腿部的承托也是ok的 看一下这个地台 中间凸起的地台比较高 承坐在中间这一块是不太舒服的 不过这是大多数轿车坐在中间都不太舒服 后排的话在这里 它这里也有这样的装饰面板 它类似做的 说实在的话 我是觉得在它的这个价位 类似做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空调出风口 那侧面 同样前面 后排跟前排是同样的设计 这个地方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软的 这个地方有一点窄 不过它挺深的 接下来聊下它的这个座椅 也是说采用的这种打孔的皮质 上面也是挺细节的 然后它灰色里面有这种装饰 这种几层的这样的设计 承坐起来挺软的 舒适性还是不错 中间这一块仍放下来 其实在它这个价位 有话中间这块仍放下来 我还是挺惊讶的 还有被嫁呢 嗯 好